M3是男人的梦想 很多人会觉得M3是男人的梦想 我觉得M3对我来说 它的确当我还没有拥有它以前的时候 真的是还蛮常想到想要哪一天拥有这台车 不过我不会把M3当作是我的梦想 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都会有你想要拥有的东西 或是拥有的成就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有办法可以去尝试 还有体验这台车 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对我来说可以把它打勾 我已经做过了 那下一台的话 我当然是会想要玩玩看更好玩的 或是更进阶的一些车款 不过在短期内呢 我是完全没有打算是想要再买一台车 因为我现在30岁了 我觉得我需要把 应该说我现在30岁了 我希望把钱放在是可以帮我赚钱的地方 像这台车花费在改装上 这些都是拿不回来的钱 那其实现在回头看我是觉得蛮后悔的 我得老实说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来介绍一下我的M3吧 这个地方是我当初牵车第一个来的停车场 因为那时候就想要拍点画面 大概休息一年都没有拍片 所以直到这一刻我已经要把车卖掉了 我才来介绍一下我这台车到底改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这个M3呢当初买的时候是完全原厂 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动过 它就是原来的样子 但现在呢我可以讲一下 我大概做了些什么样的改变 改装的部分 先从外观开始讲好了 外观的部分的话 我就只有动前面的这个前下巴 这个后来是我换了 你看我上一支影片 就是要骗我前的朋友 他把前面这块给撞爆了 所以后来又再换了一片 但它是M Performance原厂的下巴 然后加上碳纤维400 前面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想像就是看起来素素的 不要太夸张的下巴 而且台湾的街道很不友善 对于这种车塌的比较低的 就下巴部分就是这样 后面的话 后面的话也是有加了这个碳纤维的尾翼 反正它就是一个装饰的东西 装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点缀 然后在那后面呢 后下巴也是一样碳纤维 你看这两颗凸出来的 这是原厂的M Performance排气管 四出非常的大 而且声音也很厚的感觉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引擎底下好了 那我先说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什么 非常懂车的人 或者是喜欢车 有些特色款式喜欢 喜欢车的操控的感觉 然后它带给我的快乐 还有偶偶跟朋友出去玩 或是跑赛道 所以这是我对车子的要求 没有到说很多前辈就是非常懂车 所以我可能介绍错误啊 那多包含这样子 不过想一下引擎室 我改了这些什么东西 引擎室有点灰尘 但这都没关系 这只是需要做一下美容而已 不过呢 最主要就是我签这台车时候 先换的就是这个 FTP的 Formance Intake Pipe System 我忘记它是什么管的 反正就是听说 这是很容易有破损 容易坏掉的 所以当下我马上就换 换这个大概一万多块 然后第二个呢 改的就是进气 进气的系统 它就是Armor Speed 一个台湾的牌子 进气系统 引擎离架差不多就是 就这样改了 我改车就是基本改 就是应该说我改就是 我的需求 应该说我自己知道 所以我一台车大概留 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那这一年多 我可能会需要去跑赛道啊 那我就做一些 可能赛道 真的很需要的一些改变 像这个进气 其实以F80这台车款来说的话 其实也不太会需要动 你即使把晶片升级到二阶 像我这台已经升级到二阶 你也不太需要动进气 那刚好是因为进气 当时是有朋友赞助 所以说我就装上去了 那其实我觉得 它吸气的声音是听得到 我觉得吸气声音对我来说 会大于它给车子提升的效能 这样讲好了 因为那效能是非常的细微 是几乎像我这种 没有特别懂车的 是不太会注意到的 可是那个吸气 然后就稍微做下功课 BM3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罐头程式 然后你又可以自己去调整 所以当初我有买一个电脑的连接器 然后直接插到我的笔电 然后就直接做一些数据上调整 叫说 像说我回游的时候要不要放炮啊 或是说放炮几秒 或是它有很多细微的东西 是很简单去操控 不太需要动脑袋的就可以理解了 反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那引擎里面有个头段 那头段的话可能看不到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架起来 头段的部分呢 是一个牌子叫做蝎子 刚刚大家都听过 蝎子是非常有名在做排气管上面 所以头段是蝎子 中尾段就是M Performance 改装的部分 小的就不太计算了 但是大项目的话大概是四十几万左右 差不多这样子改装很简单 我改装的方式一项都是 只有针对我的需求 然后外观的部分的话 不要太夸张低调的 你可以看到我整个全车 没有任何的贴纸 包括我的玻璃呢 都是做这种比较不透的 比较黑的这种隔热纸 一是我怕热 二是比较隐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改装的方式 这台车当初买的时候呢 它是从加拿大外汇回来的 今天应该说 为什么今天选外汇 其实主要是 第一个外汇比较便宜 然后第二是像这种车款 已经过了它原厂保固的时间 那基本上买 买总代理也不会有太多的优势 在外汇车上面的话呢 配备的选择会比较多 像这台车就是大满配 什么大满配 就是这台车可以有的选配 它全部都有 然后像是M3车主最在意的 就是它的刹车 这刹车系统呢 是原厂的淘煞 你看这晶晶的 这个其实在赛道上面 真的是很够用 像我们这种业余的玩家 这种淘煞真的是很够 我觉得这一次这台车 很大的优点之一 然后再来忘记讲 刚刚改装就是里面 我有换它的悬吊系统 像M3它原本的悬吊系统呢 有三段可以调节 当初牵到车的时候 我开 然后去跑赛道 然后我用这种赛道模式 调整它的悬吊的软硬 我以为这样是够用 你知道吗 那后来我还是发觉说 有时候在过完的时候 会很飘 会没有信心 所以我改装厂就建议 我换了另外一个牌子 那当然在换悬吊系统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听到说 要换像是KW V3 我的厂商跟我讲 其实KW它主要是 它的行销非常的强 所以说大家想到 要换悬吊的时候 都会想到KW 但其实还有很多的牌子 是同样的价位 但比KW可以提供的效能 是更高的 那我先换了这个 是一个荷兰的牌子 叫做AST-9100 Plus 改悬吊系统 一除了它操控以外 二就是让它的车身 可以再趴低一点 比较好看 那这个现在目前是 大概两指寬 整个看起来是蛮完整的 但操控真的变得是很变态 我避震系换上去了以后呢 原来原厂的那种悬吊 真的是跟垃圾一样 这个开起来 现在这个新的悬吊系统 开起来 就像是轨道车一样 你知道吗 它就真的是黏在地上 那我在开赛道的时候 真的是 就是过弯 就是变得比较有信心 而且我第一次跑赛道 和第二次跑赛道的成绩 大概差了快20秒左右 当然也是跟熟悉的赛道有差 不过它的悬吊系统 真的是 让我觉得过弯的时候 是我的抓地力更好 然后呢 我也更有信心 然后相对是安全 改装的部分 差不多是这样子 我现在要去我牵车第一天去的地方 这是很有仪式感 现在车要把它卖掉了 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相链的那个地点 我跟我的车 欸你不讲话让我觉得很奇怪 这台车很大的缺点就是 你开这台车你很难去控制在 就如果你今天刚牵到这台车 你上高速公路 你真的是很容易就突破限速 因为它给你的感觉太舒服 就是太好玩了 你脚踩下去的时候 那个瞬间的加速 还有引擎的声音 还有操控方向盘的回馈 就还有那种贴背的感觉 那整个混在一起就是 你很难 你知道吗就是 你补一下油门就过去了 就我刚跟你讲就是 这台车 当你换到empower的时候 真的就是你想要换车道的时候 你下一秒 你就到那个位置了 很容易处理 然后我觉得相对起来比较安全 因为台湾车况不是真的不是最好的 所以切换车道的时候 如果能尽快的到哪里要的位置的话 那个风险比较低一点 嗯 如果真的要挑这个车的毛病 其实很难 不过我还是有几个不太喜欢自在车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的中控的界面 这个机器啊 我觉得它已经有点老旧了 我觉得导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别人在那边的导航 其实说的 一直都很烂 我觉得 但这一款呢 这一台的导航 这台的界面呢 是上一个版本的 所以它的导航更烂 所以几乎没有在用它的导航 我用导航完全都是用我的Google Maps 最后一点呢 就是它的方向盘 它的方向盘的感觉非常重 虽然M3这台呢 是你可以调节方向盘的重量 它有分三个模式 一个是Efficient 就是最省油的模式 第二个是Sport 然后再来是Sport Plus Sport Plus 方向盘最重的 这个就是按 调整方向盘的重量 我现在调到Comfort 它是最轻的 但其实它最轻的方向盘 它的感觉还是比大多数的车 尤其像是Mercedes-Benz 比起来它来的重很多 这就是以上我对这台车不满意的地方 真的是鸡蛋里挑骨头 因为真的很难去讨厌这台车 或是不喜欢这台车 但是我也没有去评论它的内装啊 它的内饰版很贵 因为B&W本来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它们专注的地方 就不是在内饰上面 尤其是在这一代 新的一代当然是有进步的蛮多的 不过这三年就是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站在这的地方 请减速卖行 这个声音真的是很好听 我觉得改排气管就是要听到这种 现在整个是直通 这台车的花费 其实就是分几个区块啦 主要就是每一年要缴 拍照税还有燃料费嘛 那这样总加起来的话 拍照税就是 像我这个CC数是3000 所以说拍照税是15000 然后加上燃料费的话 大概是7000左右 所以总加起来大概是25000左右 每年付一次 那这台车的保险呢 出保的时候我就是保仪式 我几乎每一台车都是保仪式 我就是我宁可 花点钱 然后假如今天发生什么中大意外的时候呢 至少是有保险可以cover 所以这东西我就不太会省 就安全的东西我都不太会省 保险下来仪式 这台车10万块很贵 然后再来就是每一期的贷款 我这台车当初我买的车价呢 是235万 我是全部都带 我是有良好的信用 还有银行的金流往来 自己有开公司 所以说在信用方面 还有资金问题 就是在银行这段 它看起来是蛮健康的 所以当初就给我全贷 而且全贷还给我一个新车的利率 那因为这台车 当初来台湾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车主 之前是在加拿大 所以进来的时候 就是有新车利率去申请贷款 那每一期算下来的话 贷款是3万5 哦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开这台车一定会花到很多地方 就是油钱 那油钱这部分呢 我几乎是一个礼拜会加两次油 这台车要加的油就是酒吧 所以加酒吧加满的话 大概是在1400到1500左右 大概给你一个概念啦 就是如果你也喜欢玩车 你这台车一定是疯狂的在加油的 对吧 所以说就这几个费用嘛 燃料税 牌照税 保险 贷款 还有油钱 然后再来就是这台车 当初我在雇的时候 这一年 我是大概3500到5000公里 这段距离的时候 我会换机油 换机油的话 我换一次大概是1万块钱左右 也差不多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会换 以自己开车的习惯 那我当初开车的习惯就是 差不多一个半月会换一次机油 这些都是开这台车会有的花费 除此之外一些耗材啊 我还有换了轮胎 当初牵这台车的时候 轮胎大概让我撑了大概几个月吧 后来我就要换另外一组 全新的 这种车的话 一定要换抓地力比较好的 像我之前换的是PS4S 是比较标准的M3的规格 M3车主大部分都会换的 如果你今天要通勤啊 不是纯粹跑赛道那种的话 其实PS4S是蛮好用的一台轮胎 一个牌子啊 一条轮胎啊 一条的话市面上拿到的价钱 大概是落在快要1万块左右 所以4颗轮胎这样就10万 轮胎这种东西我也不敢省 你知道吗 就是安全东西我都不省的 所以轮胎我一定会买就是最适当的 因为如果今天轮胎没有抓地力 像这种后驱车 真的很危险 你只要油门一补下去 它屁股一甩 你很容易出事情 所以大概是所有M3会需要的花费 如果你今天就只是买来 然后有个体验 然后不常开的话 这些是基本的花费 对于M3有兴趣的男生或女生 可以来直接找我谈 我这台车目前的开价就是200万 当然如果你今天有诚意的话 想要一点优惠 可以当面来跟我说 带你定金 然后我们来看车 然后再来谈 好不好 不过M3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台车 只是我现在真的是 完全对他来说 一点想要开的心情都没有 不是因为这台车的关系 就本身现在工作 然后我公司和家里有点点进 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我 影片就介绍到这边了 想要买车的私讯我 好不好 私讯我IG 我们现在再见 Peace Peace